我就把这个改成什么呢 改成 好啊 有没有 数量就是它的数量 每一个都有各自的数量 我们在计算的时候呢 就可以针对不一样数量的来源 去做计算 然后再来 in t s 等于什么呢 等于 d b l b c c d st 然后这边 以下的部分呢 再把它改成s 这样比较好 好 有没有 这个它的数量 这个是它的数量 这个它的 各自有各自的数量 就不会 互相影响 那我们把它执行看看 这打勾 打勾 打勾 各自有两个 三个 选择 170 好 不然是千七 还是千七 那 如果今天这两个是多少 550 没错 那假如这个呢 900 没错 因为它300 三个 那如果再加一个 250 是多少 150 150 没错 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呢 你只要修改什么 假设说你今天希望 有各自的 这个 自己本身各自的这个数量的话 那你就可以有 在这上面宣告三个变数 三个变数 然后呢 再把值丢给它 丢给它 丢给它 那你 再来就是说 其实有没有加cint 在vb里面都可以通过 只是说在撰写程式的时候呢 会比较 如果观念 资料形态的观念上面 尽量还是要加cint 但不加也没关系 另外还有一个部分 就是说 我们前面的写法 这个rmdq呢 如果今天我 比较 偷懒一下 假设我今天 把这个怎么样呢 我想说 我不要宣告变数啊 我就直接这样子嘛 把这个有没有 直接把它copy 贴上在这后面呢 这样可不可以呢 其实也可以啦 有没有 rmg 这个c 假如是像这样好了 这个也偷懒 假设你偷懒 然后这边 这边都可以 把它给它 移掉了 这样写法可以吗 其实哦 加解法也可以 那你想 老师那为什么 这样比较简单 就干脆教我们 这样简单就好了 差别在哪里 各位晓不晓得呢 这里特别注意就是说呢 这种写法 是我直接把 那个结果丢在这里 那刚刚有宣告变数呢 主要是我今天 先把那个词 先放在一个 记忆体上面的变数 等到我需要的时候呢 再把它抓下来用 那如果说程式 比较单纯 比如像这种简单的程式 你就可以直接 把它放在那里就好了 因为之后不会再用了 那就不需要 宣告变数 可是如果说 有时候你程式 写得很 很复杂的时候 就必须要先把某的值 先丢到 记忆体的空间里面 存放 等到到时候 有需要的时候 再把它抓下来用 这个就是变数 需要宣告的时期 那当然如果像 这个地方 可以把它改成像这样 就是数量的部分 直接指定什么呢 某个控制项里面的资料 来使用就可以了 所以这边的话呢 简单跟各位说明 再来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你们试试看 自己稍微修改一下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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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